福建艦的航母第二轮的海事正式结束了 那这一次呢 一样是大秀它的相关的 这个战术的相关运动 我们带你来关注一下 从这个图片上先来看到 这次大家看什么呢 看它的这个相关的性能 看它的机动性 同样从这次图片上你可以看到 很明显这是卫星的云图 卫星的画面看到是说 它进行海事的期间呢 它做了倒车 包括这个急转弯 包括做一些Z字形的 Z字形的航行的项目 那这次大概花了20多天 6月11号正式完成 但是关键在于它的速度真的蛮厉害的 而且这次的海事呢 一样让大家看到它的战术性能 但是这一次基本上 还是没有搭载所谓的舰载机 所以我想问一下教授了 我们怎么来关注到 这一次航母这个福建舰的 第二次的海事它的内容 还有下一次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这个舰载机跟着出来了 我想这一次 就是这个大陆的媒体会把倒车 这个Z型转弯 然后这个急转弯等等的科目 特别把画面露出来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船舰 就是特别是航母 航母以这个福建号 它的重量可能有8万吨 那这个重量非常的重 所以当它在快速前行的时候 它要转弯 急转弯是需要高度的稳定性 也就是说这个机体 它本身的这个垂性要很好 那这个是它测试的重点 那更重要的是 它的轴程有没有办法承受 因为当你快速前进 要突然后退的时候 其实那个对螺旋桨 还有它的轴程 跟它的轮机系统 都会产生巨大的压力 那这个以目前来看 美军的航母 还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因为有猜测它是一种 叫做可变螺矩的螺旋桨 那这种螺旋桨 在美军的这个 伯克级驱逐舰上 是有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 美军的伯克级驱逐舰 可以在30秒内 从急速前进 瞬间到往后退 这个是美军驱逐舰做得到 但是在盾位上面 航母还 就是以美国现在的航母 哪怕是核子动力潜艇 都还没有做到这个技术 那这一次它的这个操演 是往后到 其实它某种程度想要去证明 或挑战它的这个轮机系统 跟它的这个轴承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 也许在技术上 我们可以观察一个重点 那如果按照福建号 接下来的这个排程的话 它应该在2025年年底 到2026年的年初 它要正式服役 那它从2022年下水 到现在差不多一年 那第一阶段 大概就对它这个 机体本身做了一些测试 那接下来我觉得 非常合理的推断是 它会有舰载机 那目前露出来大概是这个 像是歼15D 像是歼35或空中预警机 这个600 那接下来应该都会摆在上面 那接下来的就是说 从2024年到 接下来大概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应该它就会搭载这些舰载机 然后出去开始测试 它的这个起飞跟降落 是 所以下一次的第三次 可能让大家更期待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严老师 其实我们对比一下它的这一次 第二次海射时间 它第一次跟第二次 短短就这样两个月内的时间内 它就完成了两次 而且这一次出去大概是20多天 对比它之前的三冬号 时间更缩短了 而且更快速了 所以代表 是不是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航母训练 现在越来越成熟 怎么来看它这一波的军事武力 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成熟 就是我们这样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当你做一个事情 做了第二次的时候 是应该要快一些 是应该要更知道的更多 而且你在做第一次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第二次 哪些地方要改进 就好像我们在讲说 当年汽车第一部福特的汽车 它还没有做完之后 它就知道我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但它愿意先把它做完 因为它说 你要每天都想要改进 就永远做不完 所以先做完 做完以后 下一步我就知道会更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大陆现在并没有说 那种隔得很长一段时间 才有一个新的东西 所以他们那个传承是很快 而且人都是在就在现场的 就在旁边 所以很快就可以接着 知道有什么问题的所在 那我觉得这种训练的方式 就跟 譬如说我们今天台湾 我们过去 假使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核电厂 我们现在要再盖第二个 新的假使 我们现在需要第五核武 那要重新来过 因为所有的工程师 全部都已经退休了 完全变了 那可是大陆你看 包括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 那它就是一路在做 这些工程师 这些人训练的 都是已经就随时在做 那知道问题所在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避免一个后发的一个优势之后 然后再加上它不断的在这个重复在做同样的东西 那一定会做得好 如果做不好 那我觉得问题才有更多了 是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蔡委员了 因为下一次可能就能看到它的舰载机出来了 那主要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空中的武力 好 带大家看什么呢 看到画面上这个 这是在这个沙烏地的国际防展 这次是中国的航空工业集团特别展出的是 歼31的模型 那基本上它就是歼35的舰载机的陆机版 它的特色是什么呢 从照片当中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的机翼面积是比较小了 它是比较轻的 还有呢 相对于歼35来说 它主要就是要降低它整个整机的重量 为什么要发挥高空 要发挥这个高速的制空战力 所以现在专家就分析了接下来的五代机 它可能就是搭载像这样的这个31跟兼20 共同去担当所谓的踹门神器 针对于接下来的台海问题当中来说 这也会是非常关键接下来他们的秉立吗 台海问题要抢躲制空权 基本上还用不着这些好的飞机 因为台湾的战斗机机场本身有高度的脆弱性 如果是在第一波攻击 包括大陆的长程火箭炮短程导弹攻击下 台湾能够生存保存战力能够生存下来的雷达战 或者防空武力或者战斗机真的是不多 然后所以如果说他们真的要动用这个战斗机的话 包括歼20它基本上已经掌握住 整个台海附近的空域的制空权 那接下来就是应付美军的飞机 所以才动用得到这个飞机 台军的飞机不需要动用这个飞机 那么他们歼20已经服役一段时间了 被认为效果很好 几次的出入台湾 似乎台湾并没有争获 那现在又推出了歼31 歼31跟歼20虽然是比较新 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各有它的优劣点 那它是从歼35这种舰载机 舰载机讲究的是轻 那么讲究的时候适应这种海上的环境 跟这个歼20这种基地战机不太一样 那如果歼31要变成一个更深格的 这个歼20也未尝不可 但是以目前来看 因为大体上都还是在楼梯响的阶段 我们还没有看到它更多的数据 说歼31要保留哪些歼35的优点 或者有什么更新的黑科技要推动出来 那能够赢过早已经在服役的歼20 我们还要在观察 那所谓踹门神器 踹台湾不用这么这样的神器 要踹美军进入台湾 才需要这样的一个神器 那这个航母 福建号的航母 它基本上以后服役的地点 也不会在台湾海峡 它服役的地点也在西太平洋 或者在南海 以这两个为主 那在西太平洋的目的也不是要打台湾 因为打台湾的使用的机队 以及导弹都不是这个福建号 那个叫做区域拒止 或者这个反介入 那它目的是在要阻挡美军 进入西太平洋的一个武器 但是它舰上的歼35 能不能跟美军舰载机 这个PK我们目前没看过 以前我们都对很多的武器 我就像那种老男孩 看到武器都很喜欢 因为我本来是兵工 又有点机械功能出身 对啊 又有个新一代带得出来 对 都会很喜欢 新的玩具 新的玩具很喜欢 那以前我对那个什么M1坦克 或者什么那个暴风营的导弹 我都非常有幻想的空间 就在俄乌战争都把我给搞破灭 这么简单就被PK掉了 所以未来如果是真的在战场上 我们才能够看到 比较大的一个比较 那现在我们看到 基本上是一个基础数据 来做判断而已 但是看到中国这样 美经常出城推薪 表示说它这方面的人才 人力物力都很足够 才有办法这样做 不像美国弄个尖三十五出来 到现在整天还在修 我知道韩国的媒体上 最喜欢消遣就是 他买了一堆尖三十五 可是我都已经很羡慕了 我说你们韩国 没办法照顾好尖三十五 那这样好吧 可不可以交给我们台湾好不好 好的确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 越来越多这空中的武器都出炉了 我们先休假间的广告 稍微带你来掌握一下 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 六一体就要正式登场了 这当中也包括了南海 好 南海现在中飞有最新的动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